到不同領域去了 換擔保了 用益物權是支配物的使用價值 擔保物權是支配物的交換 交換價值 那它的種類呢 比用益物權少一個 它只有三個而已 三個而已 我們一開始呢 談抵押之前 你就應該對這三個有一個很基本的認識 這樣對於你後面的了解 有很大的幫助 好 概念的建立 首先 首先 第一個 如果是抵押權的話 有法定的 也有議定的 都有 都會有 這邊也是一樣 抵押權的話呢 有法定的 法定的 抵押權 議定的也都有 我們就記關鍵字 OK 然後這邊 它呢 是使用在不動產 那抵權 OK 是用在 動產 好 劉智權 也是用在 動產 OK 那劉智權呢 不可能有議定的 一定是 出現了法律規定的情況 而產生劉智權 這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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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 抵押權呢 不會佔有 抵押物 不會佔有 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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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劉智權也是要佔的 好這第二個 可以做比較的 可以做比較的 抵押權不需要佔有抵押物 因為它不用怕 因為它只是用在抵押權 它只是用在不動產 因為不動產的物權 都有 登記 它就是不佔有抵押物 全天下也知道它是抵押權的人 它不用怕 動產沒有用登記制度 只是它是一個很值錢的小東西 如果拿它當擔保品的話 你不佔有的話 心 毛毛的 不知道在外國人什麼時候會變賣它 那劉智權 顧名思義我當然會留著它 當然會佔有 然後問題來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 動產 但是 不需要佔有職務 不需要佔有它 而是設定 照理說不需要佔有 應該是屬於抵押權才對 有沒有可能是一個動產 可是卻設定抵押權的 有 這叫做動產擔保交易法 特別法 就不在民法的規範範圍內 像 車貸 所以車貸的話 我買車 我會設定車子的抵押 它的性質是抵押權給 給銀行 所以雖然我是車主 我有收入權 但是將來 車貸繳不出來 銀行 平常不需要佔有車子 可是我先去 繳不出車貸之後 它可以來拍賣車子 所以它是屬於特殊的範圍 如果不是屬於 動產擔保交易法的話 然後就回歸民法 就這三個 OK 沒問題喔 那我們進入到抵押權 那我們進去吧 其他不是主角 就先插掉 OK 好 先插掉 那在抵押權的脈絡下 在這個脈絡下 好 脈絡底下 我們開始巔談 好 看一下C 的五支事業 好 最上面 關鍵條文 定義性的860 要記一下 860 稱普通抵押權者 為 債權人 對於債務人 注意那個貨很重要 那個貨很重要 所以說人脈很重要 你自己如果沒有不動產 來設定抵押的話 有好朋友 第三人也可以 或 第三人也可以拿 不移轉佔有 然後供 债權擔保 不動產劃起來 不動產 然後再來呢 得救 這個不動產賣得 價金 優先也劃起來 優先受償 這個權利呢 就叫做抵押權 我們以上呢 就叫做普通抵押權 一開始呢 我就要你記住 抵押權 有三種 普通 最高限額 發力之一 好 全力抵押權 一開始就先 把三種 記起來 所以你就不會局限在說 喔我們 抵押權只有一種 不是它三種 可以嗎 所以我不會先切入這個細節講內容 我現在就請你翻 好 882你先看那個 權利抵押 在我們課本 C 是五支 三十五頁 C之五支 三十五頁 我們前面講過地上權 濃郁 也有提到這一條 C之五支 三十五頁 有看到882嗎 地上 濃郁點 老朋友回憶一下 用義務權還缺哪一個 有講到地上 有講到濃郁 有講到點 還缺不動產義權 對不對 地上權有地豬 濃郁權也有類似 地豬的概念 點權有點價 他們都很好估算經濟價值 所以可以當作抵押權的標的物 來設定全力抵押權 但是不動產義權很難估 他的經濟價值 所以沒有他 排除他 然後才回到我們的 剛剛的那一頁 回到我們剛剛 C之五支四頁 所以你再一開始學的時候 要知道三種分類 全力抵押權 然後才回這個 那你要記住 普通抵押權學好 才會懂最高性的抵押 我們開始先來懂 以下什麼是普通抵押權 首先 普通抵押權特性 好 重屬性很重要 重屬性 好 所以我們先從普通來講 OK 好 第一個層次呢 就是普通抵押權 第一個層次 好 普通抵押權 然後普通抵押權底下呢 好 第一個特性 重屬性 這個要被三件事 成立移轉消滅 這個重屬性會表現在 這三件事 而這三件事呢 用一個我們以前在邊很常學到的東西 就可以搞定了 我用這個 變掉 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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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图就可以解释重属性 三种特性 三种特性 这么简单就搞定了 重属性 三种特性